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1年3月1日 星期一 来吧 我们聊聊川普 一年一度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 2月25号到28号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举行 这次的年会好像就是川普的造势大会 先后上台的131名演讲者 全部都是川普的支持者 这里边有蓬佩奥 有众议员盖茨 有乔丹 另外还有参议员霍利·克鲁兹 甚至还包括东道主 佛州的州长等等 大家上台是严必谈川普 好像这次年会的主题就是川普一样 川普在最后一天发表了演讲 这个时间正好是我生活在的奥克兰 今天上午10点半多一点吧 这么一个时间 我一开始我还一直盯着看 后来这老川他说起来没完 这一说说了一个半小时 我中间正好来客人给打断了 整个这个演讲我就没听完 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下几个关键的点 我基本还都抓到了 先说第一个 川普明确表示他不会令阻新党 他会一直为共和党服务 所有关于这方面的传言都是假新闻 我认为这一点川普做的是对的 这件事应该澄清一下 在我以前做的一个关于川普未来的一些做法的那个节目里 我也特别提到川普不应该令阻新党 因为你总结一下在美国历史上 有钱有势有名气的 被人忽悠的都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最后发现美国的政治生态根本容不下第三个党的存在 所以说这一点不应该予以考虑 第二个点呢 正好我听了一半 正好朋友走 我正好回来 正没头没脑听了这么一句 川普说呢 他会考虑成立一个媒体 就叫什么川普.com 正好没有上下文 我也请朋友们 因为我找不到他这个演讲的原稿 重新听一遍呢 我又没时间 希望大家更正 他是不是呢 他完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要成立一个川普.com 这个呢 我当初帮老头设计 帮他出主意的时候 一再讲 一定要有一个自己控制的媒体 否则再看别人脸色 永远没有机会 这次大选呢 也告诉大家 媒体的力量确实是太大了 所以说这一点呢 川普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第三个点呢 川普那就是在演讲最后的时候 他说共和党将在2022年要夺回两院 并在2024年要将一位共和党的总统送进白宫 然后他就斗 他说他自己呢也很好奇 这个人会是谁 然后他冲着观众连问了三次 川普讲的谁知道呢 我可能会决定第三次来击败他们 当时现场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也算是一种暗示吧 你要说他明确表态 这倒没有 他现场 用一种幽默的一种表现 反正做了一种强烈的暗示 第四个点呢 那当然是川普强烈的批评拜登 你看这短短的一个月 就把我好好的美国第一 到你手里就变成了美国倒数第一 同时呢 也点名 批判了共和党内部的建制派的反对者 因为在前一天呢 川普的演讲稿 其中一部分的内容就被透露了出来 说呢 川普可能会点名 我当时认为这事是不是有点不妥呀 到后来真的是把这些名字点出来 我不是看川普这么说 关键我看现场观众的一些反应 结果现场观众的反应 共鸣非常的强烈 我想大家呢作为保守派 作为共和党的支持者 对国正在共和党的危难的时刻 这十几个人 这个突然劈腿反水 突然这个加入到对方的阵营来攻击自己党的候选人 我想这个大家从理念和感情上完全无法接受 我一看呢反正名点了也就点了 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场大会开完 我看到呢后来有左派的媒体就嘲讽西落到 说共和党为川普开了一场摩拜大会 说大家呢在现场啊对川普顶礼摩拜 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应该说呢在大选之后 因为那个推特已经被封杀了 到现在呢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听到看到川普的声音和他的一些主要的新闻了 应该说还是很寂寞 因为这一个多月以后我发现这个世界要没有了川普 这世界变得一点都不好玩 一点意思都没有 现在呢突然听到那个熟悉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那个歌声响起 然后这老头呢出来啊报一下国旗 然后站在那捞捞刀捞捞刀 最后呢又以那个YMCA结束 我原本呢我估计现场的很多观众也都希望呢老头能不能扭两下 但是呢后来一想也对啊 你说刚选完刚从那个困局里边走出来 估计他也没心情 结果老头呢在那个YMCA的一月中直接就转身就走了 就在川普发表演讲的那个保守派大会的最后一天 大会呢就公布了共和党最新的党内民调 结果有97%的共和党的支持者肯定川普总统的工作表现 有95%的人支持继续川普的路线 有68%的人支持川普2024来选总统 那问卷里面有一个选项 那如果川普不选怎么办呢 那保守派最支持的总统人选的前四名 大家一看其实也都是力挺川普的 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强硬的好汉 佛州的州长迪昂 这迪昂呢到今天他也不承认拜登是他的美国总统 包括拜登呢跟迪昂呢可能在电话沟通上有过那么几次 这根本不客气 说怼就怼 说挂电话就挂电话 他赢得了党内43%的支持 另外呢南卡的女州长Christy赢得了11%的支持 剩下呢就是川普他们家老大 大儿子得到了8% 蓬佩奥得到了7% 这个大会呢等于到此就全部结束了 到这儿呢我们也评论几句 首先呢第一个点 经过了参议院的弹劾表决之后 到现在你会发现在媒体上已经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了 川普呢也开始变得活跃 已经开始了开始活动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那件事他已经彻底结束了 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有朋友呢一直在担心是没有过三分之二 但是里边还有一个小的提案 开始到这来发表演讲 那件事儿再也没人提了 应该说那件事儿已经彻底过去了 第二点呢那就是共和党的高层 现在看对川普的态度依然还是分裂的 像这次呢包括彭斯等人他们接到了邀请 但是拒绝前来 但是这次呢共和党的基层民众的态度 现在看是空前一致 而且呢可以想象随着拜登执政的延续 如果拜登推行他那个新政失败的话 出现问题的话 那共和党的支持者会越来越一致 统一的来支持川普 我想这会倒过来影响共和党建制派高层的态度 因为如果你违背了这个主流的党义 你就会被抛弃 迫于党内这种强大的压力 现在连川普的老对头罗姆尼都承认 川普会以压倒性的胜利 赢得2024共和党党内的总统提名 包括麦康奈尔现在也表态 如果川普获得提名 他绝对表示支持 但说这话呢也没用 很可惜这一次的保守派年会 根本就没向这两位发出邀请 说到第三点 川普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有力 非常主动的位置 他可进可退 他可以直接在一线 也可以推出一个代理人 比如说蓬佩奥或者是其他的人 自己在后面做一个有影响力的精神领袖 现在重点考验川普的 那就是明年美国的中期选举 如果明年的中期选举 川普在这卖力的服选 并如愿取得大胜的话 那2024他想不干都难 到那时候他作为一个保守派的共主 那形势可就由不得他了 你说不干恐怕都不行了 但这里边有问题是 如果2022中期选举不利的话 那共和党就将陷入一个低潮 一个僵局 到那时候还要不要被川普所绑架 这个党要不要和川普切割 所有的这些问题又会再拿到台面上 现在这里边最难受的就是共和党 说就说这个保守派年会 想当年2013年 当时共和党也输掉了总统大选 但是在当年的保守派年会上 共和党内是群星聚集 这里边包括川普 小布什的弟弟捷布布什 等很多的明星共聚一堂 但是这次呢 大批的建制派的明星 都没有出现在这次共和党最大的年度聚会上 这次很多人根本就没来 说到另一次这个保守派大会 那就是2016年的大会上 当时的一些共和党的高层大佬 他们质疑川普你到底算不算一个真正的保守派 你不是保守派你参加保守派大会干嘛呀 当时就声言要抵制他上台演讲 当时明年川普要是上台讲话的话 我们这些人就走 而当时呢正在角逐共和党党内提名的川普 也因为不满会议要限制专门针对他 限制他的一些规则 到最后的一刻他拂袖而去了 我还不参加了呢 我还不说了呢 你看这么这制我这么限制我那么限制我 上去吧说两句他们还要走 干脆我就不去了 这是2016年 到现在这才五年的时间 从当初的抵制川普到现在山呼海峡 造的成了川普的一个个人大会 由此也可见共和党他发生了怎样本质的变化 川普的那个基层草根保守主义 现在已经开始倒逼共和党的高层了 前共和党议员叫德鲁霍尔登 他对美国之音发表了一个自己的评论 我认为在众多的评论中他说的我认为是非常的重看 他讲越来越明确的一点是川普确实成功的打破了共和党的政治系统 也确实颠覆了共和党的保守主义运动 如今保守主义运动是在按着川普的理念而重建 你现在可以看到他是很多对话很多讨论的核心 大家说来说去都在聊川普 这一点已经很难改变了 霍尔登还认为共和党如今正在经历一个转型 从以往更主张亲商业 低税收小政府和个体自由的那么一个政党 正在变成一个更加关注工薪阶层的利益 强调国际竞争反对无意义的战争这样一个政党 霍尔登讲变得更像一个川普党而不像以往的那个老共和党了 霍尔登说这需要有很多的变化 需要很多人从领导层下台甚至离开共和党 但最终我们大概会达成后一种理念 就是川普的那个理念并团结在他周围 上面霍尔登给总结的这个 我认为就是这两年我们反复说的这个川普主义 这是一种基本理念之争 对共和党的那个传统右派理念 过去呢一般一个大致的概念啊 好像共和党那是富人党 民主党那是穷人党你竟关注有钱人我们竟关注无产阶级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针对共和党的那个传统的右派理念 川普现在做的已经不是微调了 而是在颠覆了 川普呢实际上越来越像保守派中的左派和改革派 他越来越面向基层 越来越关注基层民众的呼声 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他引起了很多所谓啊 贬义的那种红脖子的强烈的共鸣 这个群体可是以前的老共和党所不屑甚至所漠视 现在川普把这帮人给招起来 那到底是共和党的传统右派理念队还是这个新川普主义队呢 我想在这里边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基本盘的大小 传统的共和党更集中在中产以上的阶层 而川普主义他更草根更基层更底层 实际上川普等于扩大了共和党的基本盘 这里边当然他会让一些传统的保守派不满 但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因为川普而增加 这现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说到以前的共和党是由高层来掌控的 而现在的共和党是由基层来决定的 现在川普带着大批的基层民众 他们要来重塑共和党 这就是这次年度大会再清楚不过的一个事实了 由此也可以想见像这些反对川普主义的 甚至反对川普本人的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你根本就过不了党内的初选 你拿不到党内初选 现在除非你像克鲁兹那样 成天把川普就挂在嘴头上 否则在共和党内你是很难有机会 那为什么呢 不要简单的污名化丑化这些基层民众 这里边它是有大道理的 因为很多人就认为川普的这个方向 它是对的 以前高高在上一直在中产以上 现在川普现在把目光面向基层的民众 引起了那么多所谓的传统白人或者叫保守派 或者你叫红脖子也行 引起了大家如此强烈的共鸣 难道你认为这个川普主义就真的是一个民粹头子 忽悠瘸了一帮基层民众 真的就是那么简单吗 这里边是反映了美国社会一个深刻的大问题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 再见